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刚刚过去2020的圣诞节 接着我们还要迎接2021年的新年 在2020年前夕 世界各个人都以欢喜快乐 切夜狂欢 宴乐 倒数等娱乐的方式 来迎接2020新年 但是谁又能够尿到2020年会有新冠疫情 而让全世界措手不及 这个病毒扰联开全世界所有的事情 世界正经历新冠病毒的风暴 巨大的影响造成开全世界严重的损失 并且整个世界人口带来前所未有健康 经济和社会的挑战 航空 旅店 旅行业受到最大的影响 接着贸易和商业停贷不前 工厂 连锁店 大小零售店 餐馆 银行和金融业都深受影响 数以千万计的人失业和害怕失业 内心苦不堪圆的痛苦如何能够帮人倾诉呢 今年的圣诞节 人人都觉得很难抢出 普世欢行 来到庆祝 更加不知道前一年会如何 会不会加难 恶劣 虽然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如何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所相信的救赎主护爵 祂是我们的牧者 我们可以因此数算神的恩典 特别在年尾的时候我们更加要来到数算 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今年从岁首到年终 所看到的都是新冠病毒 是很艰辛的一年 没有人能够预测明年究竟会如何 明年究竟会预到什么 会发生什么 会需要什么 会经历什么 可能是会有高山 满了恩典 满了喜乐 满了平安 但也有可能是低谷 满步荆棘 满步苦楚 现在到我们年终的时候 我们要数算神的看顾和保守 看看神如何带领我们 神的恩道和独控在 我们将会发现到主的恩典 确实是够我们用的 我们明白 虽然我们会有软弱过 我们有失败过 我们有喜乐过 我们有生病过 我们有流淚过 我们有犯罪过 我们有得胜过 甚至我们有不育过 但是这一切的经历 都丰丰富富的 经历神自己 我们是在主的爱当中 来到行过 是在上帝的恩典当中 来到经历过 是在上帝的看顾当中走过 在上帝的保护当中 行过 在上帝的平安当中 来到经历过 那我们就要 数算上帝的恩典 我们要向上帝 来到献上 我们的感恩 我们要过去 得胜业的那地 乃是有山有谷 雨水滋润之地 是耶和你神所眷顾的 从水手到年中 耶和你神的眼目 上看顾那地 这个就是神借着摩西 告诉众人的 神应该可以说 你们要过去 得那地胜业 神会赐福 赐福是什么呢 乃是有山有谷 有雨水滋润之地 有神痛做的地方 还有神的看顾 是耶和你神所眷顾的 从水手到年中 耶和你神的眼目 是上看顾那地 加南地是耶和 上年看顾那地 好上人会相信 故事当中有说 先人点食为金是真的 人可能因此迷信 但圣经和我们说 上帝应许 更加是实实在在的 我们可以确实的相信 有神以我们同在那个地方 就是神会赐福的那个地方 神就是如此 爱着祂的选民 从岁数到年中 神不仅应该赐福 看顾 保守所有 处以选民的加南地 祂更加要赐福 看顾保守 在那片土地生活上的人 同样 今天 我们也是神的选民 是神的儿女 是梦神 所爱的人 神也是这样来爱着我们 从水手到年中 都看顾和赐福我们 慈爱的神 祂竟然如此倦爱我们 祂倦顾我们 没有如见还难 或者我们会遇到还难 祂也都会看顾我们 祂倦顾我们 保守我们 还有平安 让我们还活着 当我们回头看 看今年的时候 真是全体恩典 每一步都印证着 神对我们的看顾 保守 也都印证着 神对我们的爱 神应该在祂的眼目 常常看顾着我们 保护我们 看顾不是一日两日 是从头到尾的每一日 无论是白袖 黑夜 高山 低谷 无论是何事何地 无论我们是否感觉到上帝 祂的爱目 仍旧 时常看顾我们 一生一世 引路我们一生一世 祂的恩典 会遮蓋我们 大卫所写的诗篇当中 这么说 我的心 你要清重而华 发在我里面的 也要清重祂的性命 我的心 你要清重而华 不可忘记 祂一切的恩惠 祂赦免你一切的罪业 医治你一切的疾病 祂救赎你的命 脱离死亡 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 祂用秘密使你所缘的得意之足 以至你如鹰返老还童 是的 第一 我们要感恩上帝 将生命赐给我们 神让我们研究有生命 有气息 我们还生存的时候 我们要感恩 我们要清重而华 祂赐给我们 生命赐给我们永生 这个永生也都在祂的义址里面 我们要感恩 要清重神 不单止神给我们肉体的生命 还给我们熟灵 永恒的生命 永生的生命 不是等我们一天 百年归路之后才能得到的 而是 我们一相信耶稣的时候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永生 这个永远就开始开 我们今生就享有这个永生 耶稣说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 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发活着 信我的人 必永远不死 因此我们不需要 害怕死亡 因为我们的灵魂 将永远不死 所以我们要从内心里面 来到清重神 来早感谢 神给我们的一切恩惠 能够感恩 是人一种健康的心理状态 神要我们过的是一种健康的人生 包括我们的身体健康 我们的心理健康 我们的情绪 和我们意志的健康 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这么说 喜乐是良药 当我们有病的时候 喜乐能够成为有效的良药 喜乐和感恩 使人很少病 生命里面有神的恩惠 我们也要尝尝感恩 这样使我们喜乐 喜乐是我们日子里面的营养要素 那忧伤的灵 洗骨 敷干 一个人常常 忧伤就会病 病多就很容易死亡 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 那一次 一个医生就跟两个病人说 一个跟他说 你患开严重的 这个癌症 就跟另一个说 你没有患 这个癌症 那两个人都回去了 那听到自己患开严重的 癌症的 很快就病死 但另一个 听到没有患病 没有患病 没有癌症的 做很开心的 过去的生活 其实 是这个医生 被错开报告 那个听到自己有病的 其实他是没有病 但因为他听到自己有病 所以他忧伤到 最后他没有病 而忧伤死 但那个有病的 听到自己没有病 却因为知道自己没有病 他很开心 以至他的病 不弱而垂 所以当我们过着 欢喜快乐 感恩喜乐的生活 我们就有一个平衡的情绪 我们有一个满足的态度 大卫年轻的时候 他受到素罗追杀 年老的时候 他受到儿子的追杀 他听到自己说 他说 我的心 不可以忘记 神的一切恩惠 要感谢神的什么恩惠呢 神说 他赦免你一切的罪 要医治你一切的疾病 我们过去 可能有一些的过失 有一些的缺点 有一些的错误 我们要记得 神给我们的是 赦免的恩惠 祂说给我们听 我们要承认自己的错 祂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所以当我们 承认我们错的时候 祂一定赦免我们的罪 而且使剩免我们一切的不宜 当我们知道 神赦免我们的过错 至于说 神不会记取我们一切 错失的时候 这个代表什么呢 这个代表是 神对我们毫无条件的接纳 神他用无条件来接纳你 来接纳我 并施恩惠在我们身上 因此我们要感恩 那一个人最害怕的是什么呢 你知道吗 一个人最害怕的 是赦免我们一切的罪 这个赦免同时带来医治 这个意思是说 我们有绝对的安全感 一生 不管 经过几多年 不管 碰到什么事情 我们都不需要害怕 或许我们有痛苦的时候 有被打击的时候 有为难的时候 但是我们不需要惧怕 那个就是 为什么 那么多神的疑虑 面对迫不的时候 甚至面对死亡的威胁的时候 他们都绝不会向后退 是因为在我们前面所摆住的 是盼望 是喜乐 是神的痛在 第二 我们要感恩 神将持爱 持给我们 神的宠爱 神的痛惜 是从各方面而来的 神给我们健全的身体 健全的心智 有工作可以做 让我们能够生活在正常 和安逸的境况当中 难道 难道 不因此应该感谢神吗 当我们仔细来数算 我们的过去 我们便看到 其实每一个人都蒙了神 极大的恩典 是因为我们长时间 浸泡在这个恩典当中 反而我们不觉得 这个是神的恩典 早前我们每天都能够享受到 阳光和异路一般 因为这个是常见的常态 自然感恩做极少 而当我们真正的来到 仔细数算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到生命当中 处处都是神的恩典 而发现一次 我们便会嘩一声 原来神对我们这么好 今天我们仍然有生命气息 都是神的恩典 我们睡着你要做 相等于短暂的死亡 你不能够肯定今天睡觉 明天一早一定醒过来 有一些人一睡就从此 場面 所以能够醒过来 我们便要感恩 我们要感恩身体结构 有很多功能 还能够健康的来到操作 我们要感恩我们有好的消化系统 如果我们吃东西不消化 我们身体便会觉得不舒服 做肚子觉得很滑 我们感恩我们有呼吸 好的呼吸系统 因为如果没有好的呼吸系统的话 我们便会觉得很辛苦 说话都不方便 我们要感恩我们有好的排泄系统 如果我们排泄系统不够好的话 我们小小小都不能够 那我们身体便充满毒素 我们便会病甚至死 我们要感恩我们有好的神经系统 我们叫做头巾痴脚巾 但如果我们痴脚巾痴的话 那就麻烦了 我们要感恩我们有好的保护系统 当我们身体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便会发烧 当我们发烧的时候 我们便知道身体有问题 我们便要去找医生来检查 我们身体有预警系统 有生育系统 哪些东西是靠着我们主动的意识 来指挥呢 因此我们岂可不感恩 我们能够看到东西 我们要感恩 我们能够吃东西 我们要感恩 因为有些人看不到东西 吃不到东西 我们要闻到东西的味道 轻香我们也要感谢 因为有些人味觉不好 那我们能够走路 我们能够大小便 都要开心 因为有些人不能够走路 大小便 都要人去兜 那真是很不开心的事 所以很多人 将神的信实 当作利所当然 对神的恩典 根本就不在意 不在乎 其实感恩的心 非常的重要 每一个人都要学习 来到感恩 有话这么说 得人恩惠 千年忌 仇人花大 盲年香 做人 我们就要 学习感恩 对人 对神 如果不感恩 是一种很可怕的罪 难道对私恩的人感恩 有时不单止 有些人不单止 不懂得多谢 甚至还觉得 是他欠开你的 这种人 是很讨人厌的 懂得感恩的人 很讨人喜欢 如果 你家人 他们做一些事 在你身上 你要感恩 他们会觉得很开心 但如果你觉得 是理所当然的 他们一定很讨厌你 所以一个感恩的人 是讨人喜欢 也讨神喜悦的 所以有这样的话 有些人是人见人爱 车见车在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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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懂得感恩 是你 永远看到他 你都懂得避开他 人最无缝 就是每天 都仔细 所谓 思想神 对我们的慈爱 和怜悯 特别是在 烏暗 要黑暗 烏魂 笼罩的日子 我们更加要仔细的 来到思想 神意 何在我们的生命 慈福我们 也都是驱除 烏魂的方法 你将生命 和慈爱 刺给我 你也都眷顾 保存我的心灵 这个是 若白所说的话 他说的时候 正是他人生 处在最黑暗的时候 最痛苦的时候 但虽然他在痛苦当中 他认救感谢神 所以你现在可能 处在最深的痛苦当中 但是 要认救 仰望神 清重他的名 神会将你的 烏魂 来拨开 很多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 去体会 我们身边的恩惠 多少 是因为我们不知足 还有我们 不晓得 怎样才是对自己最好的 意思之说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意愿 我们有我们的心意 或者是我们的欲望 知我们认为 那个是 对我们 对我们的好处 或者是 对我们不是好处 是因为我们不知道 是神 当这个是 对我们来说 是最好的 其实 神爱我们 他会将最好的赐给我们 而不是 给我们的一个满足 这里的恩惠 果效不是什么秘密 而是让你心里能够得到真正的知足 如果你的日子里面 你不忘记神 给你这种的满足 给你的丰富 和恩惠的话 这个对你来说 就是大家的人生 在大卫的经历当中 唯有神是他的力量 和恩惠的源头 在神里面 一切的问题 都不再成为问题 大卫的人生 他经历坎坷 他被人追杀 他逃亡 他以菲利士人战争 以色列百姓的问题 家庭的内联 自己的犯罪等等 这一切足以洋人 灰心 嘴旋 但是他没有停留在他的问题里 而是他将他的眼睛定睛在神的身上 靠着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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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着神给我们的恩惠 我们才可以知足 以至如鹰返老还童 将自己放在上帝的面前 必如鹰展翅上腾 将自己投靠在神的怀当中 就能够如鹰稳居高处 即使我们会跌倒 我们会软弱 或者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缺乏 但是我们靠着上帝 我们能够再来过 再更生 我们可以从神那里重生得力 有人说 你的自信多强 就表示你有多年轻 你的恐惠多深 就表示你有多苍老 你与你的希望 一样的年轻 你与你的绝望 一样的苍老 所以将我们的希望 放在神的身上 第三 感恩神眷顾 保存我们的心灵 神的灵 内住在我们的心灵 就是进入神的同在里 我们每一个脚步 神都在引导我们前行 恩待我们的身体 心思和灵魂 神不只在地上与我们同在 拯救我们 使我们的生活会更好 他还是我们 永生的领导者 领寒者 至于信心成熟的人 在悲剧里面 仍能够看到神的怜悯 在逆境里面 仍能够逆水行走 当一个人的心境 刚强的时候 还能够胜过环境 心境刚强是因为 它有一个 比自己 心更强大的力量 当他不断的被 神的力量 来到影响的时候 他还能够 拥有一种的能力 就是环境 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 改变心境 这样的人 无论遇到 几大的困难 总是能够从里面 涌出更大的力量 来到转化 他的逆境 圣经里面 记载熟灵的慧人 都是这样的 第四 要感恩神给我们的祝福 要感恩 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第一 我们花多些时间 来仔细思想 确认 数算 主的恩典 天父赐给我们 有多少好东西 我们四位有多少好的朋友 我们封衣足食 我们有衣 有食 有屋 有瓦 尸头 我们有一些钱 可以卖我们所需要的 生活 需要 我们有车 能够载我们去 我们所要去的地方 我们有健康 还有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秘密 第二 在中一面前 为神在你身上所成就的 来到感谢他 每日早上当我起床的时候 我尽量帮太太一起 来到祈祷 来到感恩 神赐给我们生命气息 并带领我们 经过每一日 在晚上睡觉之前 我们尽量 一起来到感恩 上帝对我们一日的看顾保守 也都感恩彼此 作为我们生命所做的好事 第三 承认这些祝福 并表明我们的感恩 高声赞免神 一定带来 欢喜快乐和满足 第四 所算过去在生命里面的祝福 会鼓励我们向神 要求更多的祝福 要求祝福 不是贪得无厌 而是我们知道 上帝是我们天上的父亲 祝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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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说 祂既向我们測意 我一生要求过于祂 圣经又说 我的那些来到报答耶画 向我所赐的一切 厚恩 我要举起救恩的杯 清阳耶画的名 所以我们要赞美 我们要感谢神 我们要成为知恩 感恩的人 第五 神所赐的恩典 既然会叫你经的 一定使你对神有更多的信靠和信服 决意要荣耀他的名 将崇赞归于他 一首歌是我们很常唱的一首歌 再说《数算之恩》 这首歌的歌词感觉 有时遇见苦难如同大波浪 有时有受相当 几乎要使我们的绝望 如果我们将主的恩典 从头数一数 必能够叫我们惊讶立时 乐欢呼 主的恩典 羊羊都要数 主的恩典 我们要记清楚 主的恩典 羊羊都要数 当我们数的时候 必能够叫我们惊讶 并立时 能够乐欢呼 这里是一个祈祷 这个祈祷的感觉 是爱天父 我们无论在贫法当中 在风雨当中 在疾病当中 在健康当中 在家里或者在外面 在我们愿难当中 在欢乐泪 在试验当中 在生理当中 在祷告当中 在试探当中 都有你的看顾保守 我们所走过的路 都是由你恩典铺好的 我们头上遮盖着你的怜悯 路上铺着你的慈爱和信实 脚下给你的高游 来到途末 心思给你锁定 还有你恩怒的陪伴 我们实在是福杯满日 生命当中感恩有你 感恩祈祷 是奉耶稣的名祈祷 你可以每一天 用一个祈祷 来到向上帝 来到感恩 当我们数算过去生命 上帝给我们祈福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向上帝 来到要求 更多的祝福 我们一起祈祷 爱我们的天父 我们多谢你 多谢你给我们今天 能够回到你面前 一起来到听 这一场的道 我们能够知道 原来在我们生命里面 虽然我们经历开 这个新冠病毒 或者生命里面 遇到不同的 为难的事 但是我们感恩 你在我们生命里面 你在我们生命里面 伺给我们很多的复杂 以至我们能够 数算你的恩典的时候 我们知道 你还在圣经里面 有很多应许 要等我们去支取 因此我们以感恩的心 来到面对每一天 恳求主你帮助我们 定睁在你的身上 我们感恩祈祷 奉靠耶稣的名 阿们 下个礼拜再见 言上帝赐福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